岸山贫村扎根美丽的太行山上 村里每家每户都熟悉贯通 就像一个大家族 韩冲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 智谱善良 也有年轻人的血气方刚 他与村里寡妇情花相好的事 人尽皆知 他们常常在山里大声叫喊 半年前 韩冲收留了流浪的蜡红一家 蜡红的妻子红霞是个哑巴 他不常出门 只是在家里照顾一双儿女 操持家务 蜡红是个暴躁的男人 他时常强迫红霞性骄 红霞只是麻木地屈服着 日子一片黑暗 一天 女儿让蜡红帮他采果子 蜡红便上山了 他四处寻找果子 却采到了陷阱 那是韩冲布置来补罐子的炸药 蜡红被炸掉了一条腿 他很快便去世了 红霞冷漠地赶走村民 恶狠狠地用被子盖住蜡红 他翻出了镜子和肥皂 自己清洗了一番 换上了白衣裳 蜡红下葬后 红霞仿佛解脱了一半 他抓着石子砸着棺材 村里人都以为他太过于悲伤 他却悄悄理着嘴笑了 他独自一人来到山顶 大力地敲打着铁盆 发出了心中的呐喊 第二天 村里干部及和全村做个见证 他们不愿意报案给村里抹黑 于是提议 喊冲赔钱给红霞 红霞在纸上写着不要 他拒绝赔钱 这十分令人惊讶 一个哑巴居然会写字 还不要钱 在干部建议下 他们决定先让韩冲 照顾红霞母子三人生活起居 一日三餐 直到红霞决定赔偿方式 韩冲的确是个负责的男人 在相处的过程中 他们一点一点的熟悉 他喜欢红霞对他笑 在赌气时依旧为他做饭 他从最初的不情愿变得主动 韩冲拒绝了 学可以为他还这的女人 他竟负取红霞一家的一切 他为小婴儿做波浪鼓和婴儿床 带大女儿去上学 帮他们置换新家具 红霞的日子似乎一天天的亮起来 韩冲对他十分耐心和关心 他的笑越来越多 韩冲带着红霞看戏 看着他们默契的样子 站在不远处的琴花很不开心 戏台上的人依依压压的唱着 红霞的脑海里却闪现着久远的画面 他小时候也是迷失在这样的场景 一片混乱 韩冲带着红霞四处溜达 红霞脑海里的画面越来越多 越来越清晰 原来他是个大家闺秀 父母情色和鸣 他接受着良好的教育 前途一片光明 但却在一次看戏时和奶奶走散 被拐走了 红霞无意间听到了 蜡红杀死了以前的妻子 蜡红发现了他 并割了他的舌头 他恨蜡红 秦花质问着韩冲 韩冲表示他和红霞相处得很好 他们俨然是一家人了 好情不长 警察在寻找蜡红这个杀人犯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 大家纷纷嚷嚷地赶红霞离开 为了不让红霞离开 韩冲准备去自首 村民们拦着韩冲 打骂着红霞 这时 韩冲父亲带着警察来了 经过法医鉴定 确认是铁石蜡红 也与韩冲的口供一致 警察很快带走了韩冲 他与红霞吻别 让他等自己回来娶她 红霞默默流泪 他换上了红衣上 写了纸条 告诉警察 人是他杀的 是他看到了炸药 偏蜡红上山的 因为他恨蜡红 最后 红霞被带走了 韩冲追着警车 沉土飞扬 红霞保住了韩冲 他奋力地 无声地喊山 深深入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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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左链子